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是否有许可证的街头摊贩都不得在任行道上售货 然而获得许可的供应商报告称街头售货仍在继续 旧金山公务局葛登表示 如果看到有人在米圣街走廊出售任何商品 就会告诉他们不能再这样做了 他们必须收拾行李离开 如果不遵守规定将会发出违规通知 这些违规通知将处以100至1000美元的罚款 具体取决于人们被警告的次数 本来消息 据福克斯新闻消息 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区28号周二表示 在收到约100起有关火焰烟雾和气味的投诉后 27号周一 雪佛龙李士满炼油厂正在接受调查 雪佛龙表示 由于部分设施意外停电 工人们燃烧了超过10个小时的气体 周二下午设施重新上线并恢复供电 该过程通常在停电时进行 以防止灾难性火灾或爆炸 雪佛龙公司就意外的燃烧事件 向康特拉科斯塔县社区警报系统 发出了一级警报 卫生部门表示 调查人员没有发现重大风险或健康影响 没有就地避难或发出疏散命令 空气质量部门已要求雪佛龙公司 就本周的燃烧事件提供72小时报告 本台消息据Crumford报道 美国银行将在今年年底前 关闭100多家分行 其中包括湾区的20多家分行 这些关闭行为已向货币审计署 OCC报备 根据法律要求 银行必须在计划关闭前至少90天 向货币审计署报告关闭情况 以便客户知道他们是否受到影响 据该银行发言人介绍 到今年年底美国银行预计将完成一项为期三年的工作 即翻新和现代化全国所有金融中心的新技术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周三表示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海利 可以是前总统特朗普的一个很好的替代者 并进一步呼吁自由派在共和党初选中帮助海利 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已将大部分火力瞄准了德桑蒂斯 如果海利继续崛起 他可能会面临特朗普竞选团队 支持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和相关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全面攻击 特朗普发言人目前没有回答有关竞选团队 是否将注意力转向海利的问题 29号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表示 他对即将举行的驱逐众议员乔治·桑托斯的投票 持真正的保留态度 理由是担心在没有被定罪的情况下 罢免一名议员将开创一个坏先例 众议院将于周四就是否驱逐桑托斯的决议进行投票 约翰逊承认桑托斯被驱逐 可能会给他在共和党中的微弱多数席位造成真空 但他敦促桑托斯考虑所有选择 包括辞职 以避免迫使他的同事们采取强硬投票 英伟达的CEO黄仁勋周三表示 美国芯片制造商距离从中国的供应链独立 至少还需要十年 他指拜登政府应该试图让美国芯片供应商同中国脱钩 但供应链的完全独立在一二十年内还不是真正可行的事情 英伟达预计第四季度的业绩将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负面影响 拜登政府限制了其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的最高性能GPU 但黄仁勋也特别提到受到制裁的中国制造商华为 他说英伟达仍然领先这些公司十年 据纽约时报周三报道 美国教育部已将哈佛大学列入 因可能侵犯公民权利而接受调查的学校名单中 因为有学生报告了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期间的反犹太事件 自10月7号哈马斯恐怖袭击以来 哈佛校区因反犹太主义投诉而受到潜在歧视的关注 校园内发生的一起值得注意的事件 涉及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包围一名犹太学生 这导致联邦调查局和哈佛警方收到报告 哈佛大学的校长盖伊 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利兹马吉尔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萨利·克恩·布鲁斯 下周二将在国会作证 就他们对抗议活动的不当处理进行问询 据ABC新闻报道 私募股权巨头黑石周三宣布 将以价值23亿美元的全现金交易 收购宠物护理应用程序Rover 交易信息传出后 Rover的股价上涨约28% Rover成立于2011年 致力于将宠物主人 与提供寄宿家庭宠物看护和遛狗等服务的 护理人员联系起来 至今已有超过400万宠物主人 预定了超过9300万项的服务 黑石负责人表示 随着宠物主人越来越重视高质量护理 灵活性和便利性 Rover拥有重要的增长空间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一起了解中国新闻 中国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8号和29号 在上海考察调研 据官媒报道 习近平先后考察上海期货交易所 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 闽航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 了解上海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 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等情况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主持安理会以巴问题高级别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 加沙正处于漫长而艰难的人道主义灾难 世界各国不能够袖手旁观 虽然有关延长加沙人道停火的密集谈判 正在进行 但指出大家需要的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停火 王毅警告 恢复战斗很可能演变成一场 吞噬整个地区的灾难 他再次呼吁加沙全面和持久停火 王毅说 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平正义 在于无可取代的两国方案 应以更大的决心重振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 而安理会在战争与和平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 应该承担起责任 根据事态发展迅速采取进一步行动 两名越南消息人士29号表示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将于30号开始访问越南 一位消息人士称 预计他将于12月1号出席在河内举行的越中政府间会议 自1950年建交以来 中越传统上一直保持着牢固的关系 尽管在1979年发生了短暂的战争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越南制造业的重要进口来源地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本周早些时候在访问越南期间承诺 随着两国寻求深化贸易关系 将进一步向越南农产品开放中国市场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30号起在阿联酋迪拜举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9号表示 希望此次大会聚焦落实 全面评估实现巴黎协议目标集体进展 评估发达国家目标和行动力度与减排义务的差距 识别发展中国家所需支持缺口 切实敦促发达国家兑现承诺 另据消息 美国政府气候特使克里29号表示 美国将与中国合作 使本周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始的 联合国气候谈判取得成功 据路透社报道 对16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进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安全审判 29号进入最后阶段 预计将于2024年初做出判决 这距离他们被指控串谋颠覆已有两年多的时间 在结案陈词的第一天 香港国安法官之一的安德鲁臣表示 判决将暂定在三到四个月内做出 其中有10天的时间用于结案陈词 这是这起案件 这是这起案子法律诉讼程序可能结束的首次正式迹象 自今年2月6号审判开始以来 诉讼程序已经在法庭上持续了100多天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29号呼吁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 动员民众在区选投票日踊跃投票 李家超说 这次区议会选举是特区完善地区治理体系 重塑区议会后第一场全港性大型选举 意义重大 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到特区治理架构的最后一公里 对特区的良政善治长治久安 以致市民安居乐业都极为重要 他呼吁各代表和委员 动员所属界别组织成员 家人和朋友 鼓励他们在12月10号 区议会选举投票日踊跃投票 香港连政署29号说 留意到近日 有人在互联网呼吁他人 在香港区议会选举的选票上 打两个勾号 连署提醒市民 在选票上打两个勾号 会令选票无效 任何人删获他人 令选票无效 有可能犯罪 一经定罪 最高可判处监禁三年 即罚款20万元 连署警告 选举条例适用于一切 与选举有关的行为 不论该行为是在香港境内 或在其他地方做出 连署必定会严正执法 打击所有涉嫌 违反该条例的行为 连署呼吁市民 严守法规 切勿参与 不法呼吁 或转载相关违法内容 维护选举连接公正 香港审计署 29号发表报告指出 香港中文大学 没有就校内书店营运 发出任何有关 维护国家安全的指引 中大回应说 中大书店由商务印书馆营运 其实所有合约均以列明 营运者需遵守香港的法律条款 中大将尽快修改这项条款 明确纳入香港国安法 本台综合消息 台湾总统府29号发布消息称 蔡英文已正式任命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 余大磊担任驻美代表 据报道 余大磊曾留学和派驻美国多年 这次向美方提及将派遣余大磊来美 接替萧美琴 美方即表示欢迎 并肯定为非常适合的人选 中国内地保险机构中新华保险29号公布 将与中国人寿分别各出资250亿元人民币 共同发起设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司 新华保险拟成立的私募基金 暂名为红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司 对双方控股子公司各出资500万元 成立国风新华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新华保险由中央汇金持股 约31%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中国证监会官员本月初曾说 未来证监会将大力推进投资端改革 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 引导社保保险年金等各类资金配置A股 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当地时间29号晚上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证实 哈马斯当晚已释放10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 包括5名妇女和5名未成年人 以色列方面将释放30名巴勒斯坦人 包括14名妇女和16名未成年人 哈马斯当天还释放了2名俄罗斯人和4名泰国人 加沙人道停火第六天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29号表示 被扣押在加沙的10个月大的以色列男婴 连同他的4岁哥哥和母亲 在乙军早前的轰炸中丧生 但哈马斯在声明中没有提到男婴父亲的情况 乙军表示正核实哈马斯声明的准确性 并说哈马斯正危及在加沙的人质 包括9名儿童的生命 强调哈马斯要为所有被扣押人质的安全负上责任 以色列传媒29号引述乙军发言人报道 以色列和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行动 当天晚上按照议定程序正在进行中 发言人表示 乙军当天在加沙打死3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乙军指控他们违反临时停火协议 对乙军构成威胁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人道停火协议 延长两天后将于30号早上届满 之前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 双方将再延长停火协议两天 而未来将释放的被扣押人员的数量 仍在商讨当中 不过在黎巴嫩的哈马斯高级官员指 仍未就延长停火协议期限达成任何协议 指出延长停火的努力仍未成熟 他们接获的停火提议不值得考虑 法新社引述接近哈马斯的消息人士表示 愿意将加沙休战期再延长四天 报道说哈马斯已通知协调一方 愿意将休战期延长四天 并且根据现有休战条款 释放被扣押的以色列人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社交平台说 允许加沙冲突继续只会令哈马斯得逞 哈马斯害怕以巴和平共处 继续沿着恐怖暴力杀戮和战争的道路走下去 就会让哈马斯得逞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表示 将在未来几天访问以色列期间 与以色列合作 是否能够延长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 临时停火协议 布林肯当天出席北约会议后表示 继续停火代表更多人质可以获释 以及让更多援助进入加沙地带 他相信这是美国也是以色列所希望的 布林肯还说 美国和盟友仍然坚定支持乌克兰 他重申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明确而且坚定不移 第28届地约方会议将于30号在迪拜开幕 来自多国的领导人政府代表和代表团将齐聚阿联酋的迪拜 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即地约方大会COP28 控制化石燃料和碳排放 预计将成为本次为期13天的峰会的首要议程 由于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工业化国家提供更多捐款 因此帮助各国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资金 也将引起激烈争论 瑞典外相比尔斯特隆29号表示 土耳其外长费丹已保证 土耳其政府将在几个星期内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土耳其和匈牙利是北约成员国中尚未批准瑞典加入的两个国家 土耳其国会本月开始就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进行辩论 自俄罗斯去年出兵乌克兰后 瑞典和芬兰都申请加入北约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两国的申请都提出反对 认为他们庇护被土耳其政府视为恐怖分子的组织 然而芬兰已于4月正式加入北约 土耳其迟迟不同意瑞典加入 土耳其要求瑞典采取更多措施 遏制当地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 库尔德工人党被欧盟和美国视为恐怖主子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8次缔约方会议之机 最早12月1号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举行会谈 已开始展开协调 他将围绕因以军和哈马斯交战而恶化的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的局势 与赫尔佐格展开磋商 直接呼吁缓和紧张局势 他还希望通过与交战当事国首脑举行会谈 彰显日本对加沙局势的参与 今天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4.31点 跌幅0.095% 报收4550.58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3.44点 涨幅0.038% 报收35430.4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3.27点 跌幅0.16% 报收14258.49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